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好久不见的,我终于大病出狱了 这段时间真的感冒人非常多,然后我现在身影还是有点哑 但是呢,今天视频我新加了一个外接的麦克风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收音有一些变化呢 今天视频会跟大家一起试一些近期我收到的新品 从护肤品到彩妆都有 那这次视频里面会包含一个跟Murad合作的眼霜 那个真的非常好用,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非常喜欢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刚刚是采洗的澡,然后就上了一点爽肤水 我现在用的爽肤水是这个欧莱雅的Revitalip的Crystal Micro Essence Water 这瓶爽肤水的外包装是长这样 我是在免税店买的两瓶500多人民币 我当时买这个是觉得它看起来挺好用的样子 其实我也没有做任何功课,就是忙买的 然后价格也挺便宜的 它这个是叫Micro Essence 我觉得它的质地是介于一般的那种很稀的爽肤水和那种精华水之间的 这里面是含有酒精的,然后它的香精味道非常重 就这个水非常香,所以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喜欢的 就因为它的酒精味和香精味很重 但用这段时间发现还可以吧 就你不能说它有像SK-II神仙水啊或者Fresh Black Tea那种 就是精华类的水那么好用 但作为200多一瓶的这个爽肤水,然后也有一定的这种滋润能力 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性价比还蛮高的 接下来用的精华也是我这次在免税店买的 也是欧莱雅的,这个叫什么玻尿酸水光充盈安平精华液 这一盒里面有28支,然后价格是500多人民币 这个是塑料壳的,你可以先这样子弹一弹 然后把这个管子里面的一些精华让它留下去 然后直接一搬,就打开了,非常的方便 其实它这一支里面的精华还蛮多的 倒不干净的话,你可以再弹一弹 我这个也会直接用在眼部的一点刺激感都没有 非常的柔和 但是这个质地我不是非常喜欢 非常的粘手 擦脸上以后,现在摸起来就 你看,你能听到这种粘粘的声音了吗 所以它擦上脸以后是需要过一会儿让它自己晾干的 要不这么粘的话,肯定会影响后续用的产品的 我的手会被粘到一起 它干了以后,其实它的滋润度也没有到非常高 像这一盒里面28支其实也就是用28次半个月左右 500多人民币买的精华也只能用半个月的话 应该要比这个好很多吧 这个又粘,然后它也没有说非常的保湿 我本身是混油皮,皮肤不是非常容易单的那种 那光用这个是不够的 接下来是这次合作这款眼霜是来自于 我非常喜欢这个牌子Murant Murant是一个高端的美国皮肤科医生的品牌 我之前也推荐过很多次它们的防晒霜真的非常好用的 它们品牌也有非常多的明星产品 我在国外的话基本上都是在Sephora买的 那现在在国内购买的话,大家可以去它们的天猫旗舰店 这次也非常荣幸可以跟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牌子 合作这个释黄唇眼部精华 我一直是个眼部问题很严重的人 像是眼带啊,眼纹啊,黑眼圈这些问题我都有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熬夜 那释黄唇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听到比较多的A唇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抗老产品 它是能改善皱纹还有松弛的 同时呢,它还能帮助眼下肌肤表皮增厚 从而淡化静脉血域导致的黑眼圈 就是大部分来自于熬夜的熊猫眼 接下来正好在镜头前用一下 你看,挤一下,就可以挤到这么多 然后它的颜色是有点淡黄色的 它有一股蛮浓重的药味 然后你看 因为这个是属于精华类型的 然后这个质地非常好 非常好吸收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那种不留黏腻感的精华 质地 然后呢,这款滋润度也很高 我一般是需要眼部精华液 然后再加眼霜的 但是像这个的滋润度呢 单用这瓶就足够了 像我前段时间感冒皮肤比平时更干的 也是只用这个就可以足够了的 我觉得它对于收紧眼部浮腫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用了这段时间以后眼下也有一定的紧实感 它这个瓶子的设计呢 是那种真空瓶 就是它里面会一直往上抬的 这样子很卫生也不会浪费 但是它这个瓶子就是这个白色的 其实是一个漆 是一个包装 里面真正的产品用到哪里 你必须要就是对着一个抬灯来看 像我这瓶的话已经用了三分之一了 但是你看这个瓶子外观是看不出的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日常使用 质地清爽 然后滋润度有比较高的眼部产品 尤其适合熬夜人群 或者有那种初老现象的人来使用 那接下来继续化妆品 我又买了一些新产品 首先是这个我之前在聊新品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我很想尝试的 这个Urban Decay All Night的妆前乳 这个我在店里试的时候 就觉得它的质地很好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质地用起来真的很像精华 这个很喜欢 非常舒服 我擦在脸上 他说这个能帮助你的底妆 更加长效齿妆 底妆我这次收了一个新品 是Kavondi的这个Lockit粉饼 这个它是中高度遮瑕的 然后是长效齿妆 我这段时间很喜欢 就是擦个防晒 然后直接用一层粉饼就出门 因为非常方便 这个是送一个粉铺的 这个包装也很酷吧 我这个色号是Light 135 我记得再往后就是到Medium了 这个应该是Light里面最深的一款 它打开是这样的 这粉饼看起来还蛮大的 这个是9克 因为我要上粉饼 所以我就先做一下眼下的遮瑕 继续用ShallowTuber这个二颜色号 来当遮瑕液 悲剧的这个妆前乳搓泥 我现在鼻子这边就像那个掉胶水一样 看到鼻子这边的搓泥吗 就是这个妆前乳 现在我鼻子好像整个都掉了一层皮一样 果真这个还是得试在脸上 我一开始在手上试这个妆前乳 我觉得超好用 哇 然后下巴这边也在搓泥 太危机了 看一下我这边有个大痘痘 这个是有中度遮瑕的 你们看到这些一颗一颗掉下来搓泥的吗 这个新的妆前乳大家还是不要买了吧 我好长时间没有遇到这么严重的搓泥现象 下次我再换个妆前乳跟大家再试一下这个粉饼 这个重量还蛮轻的 我觉得这个合作很像一个月饼 修容组合我又买了这个K1D的 这个色号是medium 我当时在medium跟light里面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 外壳是这样子 这个是凸起来的 这个是修容粉 这个是那种眼下的体量粉 我把它跟K1D的这个放在一起 明显K1D的这个要更深 相比而言它会更红一些 这个才是冷掉棕色 你知道我现在就很怕我这样扫的时候搓泥 这颜色还挺自然的 难怪这个也是一个明星产品 接下来眼下的上面这个 这个粉是发黄的那种香蕉粉的 我觉得它好像能遮掉一些黑眼圈 再然后我收了这个Anastasia的三枝妆的腮红 这个色号是叫peachy love 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面部产品 哇你看这个壳子 这个是有防伪标记的 这个包装还挺有质感的吧 这三个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试一下色 这个粉质摸起来也好好 都很好看 我今天就用边上这个粉色吧 哇这个腮红质地好好哦 上色很均匀 然后也不深 这个腮红很喜欢 接下来我先去画一下眉毛 然后是NARS的这个新品眼影 这个afterglow 我很长时间没有买过NARS的眼影了 这个颜值非常高 你看是不是震惊 超酷的 哇 里边是这个样子 我当时在店里面摸到这些亮片 我觉得质地还挺好的 这个是睡前78加币 它每颗眼影呢是1.4克 先做一个手臂湿色版的 我就这样横排来 像这个橘色亮片色 我觉得还蛮美的 然后这两个哑光色 摸起来非常像腮红 然后这种都是里面有一些偏光的亮片色 然后是这盘里面最鲜艳的一个霉红色 手臂湿色看起来还挺普通的 那我们来上眼看一下吧 先用这个黄色亚光色打底 我今天眼部也没有用打底哦 你看非常好云染 用点这个深棕亚光色加深一下眼尾 这个包装真的太好看了 然后全眼皮上这个橘色的亮片 我觉得这个非常漂亮 哇 这超好看这个颜色 再压一点这个稍微再深一点的棕色 眼睛中央再点一点这个里面有一些偏光的亮片 这里面是有点粉偏光 然后下眼影这个珠光色先画满 然后眼尾上一些这个黄红色 然后眼尾上些这个眉红色 中央再点一些这个金色亮片 上多了一下 上了我隐线眼镜上 补完眼线跟睫毛 然后再用这个单色提亮下眼头 这盘眼影还蛮像NARS的 就是那种显色度比较低的 但是粉质都挺好的 无论是亚光色珠光色还是亮片色 如果你是比较偏日常淡妆的话 这个已经足够了 我自己的标准会觉得它有点过于低调了 口红我收到了Kleidos寄给我的新品 是他们新出的大红色的唇釉 我正好忍到今天一起开 这个色号是叫Ambition 这只色号是叫Cleason 这看起来是金属光泽的 我先试一下这个普通的红色吧 这是有点偏冷调的那种 这只好好看啊 好正的红色 整个人擦了这个都被点亮了 它质地是那种很薄的 它们不是那种非常干的唇釉 接下来再试这个金属红 这个金属色好酷啊 这个真的好酷好特别哦 这种金属红唇又配个很普通的眼妆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胶点 那整个妆化完最后再过一下这些彩妆品 Urban Decay All Nighter这个妆前乳 太让我失望了 我一开始试这个质地 我非常喜欢这个质地的 没有想到它搓泥竟然会搓成这个样 整张脸像涂得胶水一样 满脸搓泥 太可怕了 Kevin D这个粉饼 135这个色号 我觉得是很好的 遮瑕度大概中度遮瑕吧 也还可以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粉饼来说的话 还是挺好的 就是这种遮瑕度 这个妆效 像我鼻子周围这种比较斑驳的 还有像这种太阳穴这种 有些痘印的地方 我觉得主要还是得靠遮瑕 这方面就不太指望一个粉饼能做到了 Kevin D这个双色的修容 我觉得颜色什么的还都不错 我也还蛮喜欢的 面部产品里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Anastasia的这个 三色的腮红 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一个产品 NARS这个超高颜值的眼影 如果你是喜欢矩晶调的 然后眼妆也是偏日常的话 那你应该会喜欢这一盘 最后Klydos两款新款唇釉 我先试的雅光红色就很好看 但这个金属红色更特别 就非常有节日气息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